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在推動復興禱告運動RPG小組之後 許多雲彩般的見證 如雨後春筍出現 在職場 家庭 社區 都帶來了更新及變化 其中藍國城弟兄 分享在職場推動RPG時 有不會禱告的目導友 在聖靈感動之下 竟能開口用未曾有過的經驗 來為自己禱告 就是聖靈透過他的嘴 就是禱告的時候他講出 反而是安慰 造就 勸勉他自己的話 之後他就開始經歷神 不只他經歷神 他老婆也經歷神 他孩子也經歷神 那他們現在他跟我講說 就是他幾乎是 準基督徒的生活 在家庭推動RPG的見證中 家庭關係如同注入一股活水 幫助夫妻及親子關係 經歷有神同在的生活 來自越南的蔡代林姐妹 也在主日中分享 為母親禱告而接受信仰的歷程 神親自醫治了他長年的慢性病 他竟自己主動打來 說要我與他一起禱告 那天晚上私訊後 我轉身大喊 歐主啊 脈絡 我匍匍感謝主 在他身上做的功 我看到他的改變 我跟我先生一起RPG禱告以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是 神開始把我跟我先生 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他會承擔這整個家庭的責任 包含屬林氛圍的責任 我的先生開始會跟我說 我們是不是今天 要來一起禱告了 此外 宜蘭禮拜堂的RPG 也深入在社區當中 李戴秀姐妹及林建峰弟兄 領袖在社區 建立RPG小組的使命 陸續在舊城北路 為鄰居關懷來禱告 這樣的行動 讓原本不認識上帝的 譚玉潔姐妹 經歷醫治的神機 感謝我的天賦 我的心情不好 只要要帶蘇冠 跟趙峰兩個人 幫我禱告 提供 我的心情就慢慢浮軟 牧師就有個感動說 你在這個社區 影響這麼多人 你要在這裡 帶他們祝壇獻祭 繼續成為這個社區 RPG禱告祭壇 RPG不僅為教會的禱告 注入更多新能量 也越能夠活出與神 與人更親密的關係 以上是顧DV新聞中心 宜蘭採訪報導 我們就在這兒 祝壇 完成了 我們就有個巨大的 真正的 把人家的